身处逆境,反过来要对上天给予的逆境心怀感谢,要勇敢面对,到甚可复思维方式。 第一,艰难困苦,是让人重新认识自己,实现自我成长的难得的宝贵机会。 正所谓艰难困苦,欲入于成,正是因为有了艰苦的经历,人才能得到魔力。 不经历艰苦,人格很难提升。 重要的是,面对困难和孽境,不要消极悲观,不要哀叹,不要消沉,而要将其是为磨练心智的绝佳机会。 正面面对,勇敢挑战,零二位明知为先立下汉马功劳的伟人。 我的同乡前辈西乡龙胜,曾有这样的经历,佩礼船长打开日本的国门之后,日本国内拥立天皇,击退外敌的尊皇让仪,思想开始抬头。 西乡龙胜也走上了这条道路,但是幕府对反幕府派进行了大规模镇压,史称安正大狱。 京都的清水寺田里有一位僧侣,他也支持孙皇让一运动,因此受到幕府的追捕。 两人之前时常一起探讨日本的前途,是指同道合奔之友,所以西乡为帮助他讨脱追捕,就带他逃回了萨摩藩。 但是,曾经中用西乡的萨摩藩先代班主已经去世,掌握实权的是他同父异母的弟弟。 这位弟弟有自己的主张,萨摩藩不愿庇护这名僧侣。 西乡觉得自己无力保护这位僧侣是一种十足。 于是两人一起在井江湾投水自尽,附近的渔夫看到僧侣在江面上的两人,将他们救出,这时僧侣已弃全身亡。 但西乡却奇迹般的活了下来,一起投江的之友死了,自己却活了下来,这对真是自身品格的萨摩藩武士来说,是无法承受的侄辱。 因此,包括亲戚在内,西乡身边的人,都担心西乡会自杀,所以把他身边的刀剑都藏了起来。 范摩藩对于应该如何处置西乡伤透脑筋,对于年轻且又恳高声望的西乡,不能置之不理,但另一边又面临幕府的压力。 他们苦思的结论是让西乡改名,并把它藏起来,所以,他们一边声称西乡,已在紧将湾头水而死,一边把已改名的西乡流,放到了野美大岛。 当时,野美大岛因发模范的暴政,非常贫困,西乡在这个贫困的岛上被游逼了两年,但即便是在受难期间,西乡也坚持自学四书五经,和杨明学的中国古典学说, 03,两年后,西乡回到了洞道中的鹿尔岛,当时已是莫府莫妻。 听到西乡回来了,鹿尔岛的年轻人纷飞聚集到他身边,但是,只有触怒了班主父亲,他们以西乡煽动激进派的年轻人为罪名,再次将西乡流放到孤岛。 这次西乡被流放到了碧莲美大岛更远,得宁威冲用羊部的偏僻小岛,这个岛的生活条件更是艰苦到了极点。 在没有外壁,鹿封楼宇,紧接两瓶的茅草牢房里,连洗澡都不能,西乡因此虚罢求然,棚头垢面,身上还拔出臭味。 但即便如此,他仍然端正姿态,坚持坐禅,看到西乡如此泰然,一位范摩帆下级武士震惊,于他的崇高品格,觉得范摩帆对待西乡的方式过于残酷,于是在自己家的客厅里设置了牢房,收容了他,这是将范摩帆命令的无需有墙壁。 只要能党与就行的条件扩大解释,向西乡伸出了援助之手,西乡在这个客厅牢房中作禅,阅读古代经典,进一步磨练自己,从结果来看,这件事可能反而帮助了西乡。 他在岛上被邮逼期间,以及田松一位代表的许多治事,都因安政大玉等事件被杀害了。 如果西乡当时留在京都或江户,很可能也会被幕府所杀,似乎是时代在呼唤西乡,从冲永良部岛回来以后,西乡东奔西走,活跃在明智为先的舞台上。 临死,我小时候的国费结合,这在当时是不治之症,小学考就职出众两次失败,在战争眼看就要结束时,家里的房子又在空袭中被烧毁,哥哥和妹妹为了让我上大学,放弃了自己的学业,考大学不顺利,由于没有人满,就职考试又遭失败。 我哀叹自己命运不济,粉饰极俗,甚至想过要当知识行黑社会团圆,回顾国王,虽然自己跟西乡不能同聚而语,但也正因为克服了重重困难,我的意志才坚强起来,成就了今天的我。 如果我出身于富裕家庭,成长于优越的环境,不知辛苦为何物,顺利考上理想的大学,人生一帆风雪的话,那么,我的人生结果将会截然不同。 初中入学考试失败,大学入学考试失败,就职考试也失败。 我读过了充满欺辱的灰色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,在别人看来,或许认为我很不幸,当时,我自己也常常哀叹,我是多么倒霉啊。 但是,现在想起来,正是因为有了艰苦的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,才有了现在的我。 如果我没有经历过艰难困苦,就不能提高人格,即便创办了公司,也无法获得不下的尊敬和信赖,也许正是因为青少年时代经历的种种艰辛,人格得到磨炼,我才能成长为经营者。 就是说,我少年时代的艰难与不幸,是上天为了让我此后获得幸福,而赐予的宝贵礼物,身处逆境,反过来要对上天给予的逆境心怀感谢,要勇敢面对,抱有这种心态的人,他的艰苦经历,必将带来日后美好的幸运。 我坚信这一点,本文摘自思维方式,本文规本书出版,房东方出版社及旗下活法所有,未经许可,到文艺旅投诉到底。 道圣科夫,1932年出生于日本鹿尔岛,毕业于鹿尔岛大学工学部,1959年创办京都陶瓷诸诸社会社,现在的京瓷公司。 1984年创办第二店店,诸诸会社,先名得是仅次于日本NTT的第二大通信公司。 这两家企业都进入过世界500强,2010年出任日本航空诸社会社长,仅仅一年就让破产重现的日航大幅度扭亏为盈,并创造了日航历史上最高的利润。 现在金瓷名誉会长,最高顾问,日航名誉顾问,代表作,活法,金瓷哲学,人生与经营的原点,思维方式等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感谢观看